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24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外汇分析 今晚有我Carson,也有我们今晚两位嘉宾 首先有黄冠一教授,阿祥你好 大家好 也有资深外汇评论员,程建浩在这里,Aaron你好 Hello大家好 先和下两位聊一聊新鲜滚热 因为加拿大央行刚刚做了议息会议 1月市场 连续第2次会议就减息,减息幅度是4分1 指标利率是4.5的水平 现在加拿大央行那边也有些新闻 究竟会否在9月再减息呢? 这还是一个银洞的 因为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说 现在会在通胀上行的风险 和经济约之间要寻求平衡 不过他说如果当地的通胀 持续放缓的话,进一步减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而我们看到加价在议息 之后 就有一次 $K就轻微地抽一抽 不如先问了Aaron 看到加拿大方面的通胀一直都慢慢放缓 其实市场都 预议会减息 但是 再进一步减息的空间 9月 其实也大不大呢? 有什么因素要留意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经济不好 他们的失业率其实是高上去 差不多是 10年来最差的 超过6% 也都那些青年失业率都是 都是差的 但是通胀就在回落 其实央行 我想之前都 说了有点 央行的行长 副行长 过去这两三个月的言论 我想都有些参考价值的 因为 之前其实本身大家都预认了 这次是会减息 那只不过当然 这个触发点是由通胀回落开始 就觉得有减息的机会 大概由八成到上个星期 转了到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但是央行的行长其实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在 之前的一些公开发言的场合里面 他们就说跟美国那个货币政策 就不会是有太大的分歧 那就是说 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美国是减 两次 那可能我们减两至三次都可以 但是你不会见到他减六七次 不会是那么明显有这样的差距 那变了我想有机会 一来反映着联储局其实 今年的减息的 时间就终于确认到了 或者减息的次数 开始你知道在第三季就出现了 就是无论是 九月减也好 就是今年只剩下四次议息会 那无论七月就 当然 如果七月去都减了 就是有点爆冷了 但是最大机会的人是 估计九月份都要减 就是我想这个市场的气氛是扭转了 之前由年初到现在的看法 年初的时候当然大家当时很悲观 说要减五至六次息 接着到第一季之后就开始觉得 原来是减了两至三次息 到了年中的时候反过来说有机会 因为通胀高而反过来加息 那现在我想这一刻 市场应该没人会再说加息 起码就是觉得 减息周期是要正式落实了 那所以变了 如果加拿大央行那些委员的言论 仍然是有效的话 那就是他们估计 阿联储局假设今年是减两至三次 那就是说加拿大其实今年 其实都是有这样的空间 其实我自己觉得年内 还有机会减多一次 因为 减开其实就 如果经济没有气息 没有扭转到一些看法的话 是不是继续减下去 但是次数上 其实跟美国来说 就不会相差太远的情况下 那看一下 这个焦点会不会 例如今个星期末那些PCE 或者到下个星期 真的联储局议息会 原来 就是叫做 市场是 叫做7月份 原来没有减息 没有给大家驚喜 那到时可能大家的美金 就会 叫做 暂时停一停 就是 我想这段时间 是正在美国的减息周期的开始 是的 那我们看到美金这段时间 也是偏弱 但是也想问阿sir 加拿大就 减息了 其实 这几天的加置 都是偏弱 那我们看到 但是呢 我记得阿sir 过去那一段时间 都是说 加置的方向是没什么的 都是走不出去 那似乎 都没摆脱这个问题呢 到他减了息就博一下 是不是 他减了息 现在在做什么 减了息 10805 那10805博阿猛 加钱 13805 sorry 1380 13805博阿猛 可以 看看会不会强一些 不过我劝大家 在这段时间 因为在国力着的 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国力 什么消息都可以出的 那其实今天那个 美元煤的息落 那个息落 美元煤主要就是两种东西 第一就是 其实都不关于Dowell的事 不过就 你最主要就是 Tesla很不行啦 你Tesla出来的业绩不好啦 就插下去了一年插两天啦 是不是 那你Alphabet的业绩又不好啦 那你拖累了 插开就那个插的 NVIDIA 那些都跌了两个percent Alphabet跌四个percent 怎么开始呢 那你影响了 就是那个Visa又跌了啦 是不是 就是 它减息 因为我都说了 它减息不是好消息来的 它减息是因为它衰退 那现在第一个人意识到 减息未必是好消息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 就是 个个人都说 Donald Trump会赢 Donald Trump第一样东西就是减息啦 如果不减息 炒掉了那个 那个鲍威尔店啦 那所以令到呢 那利息 那利息下回来呢 变成了 那些非美货币上去 好了 那你又 你又 令一下减息 那加拿大先减息的嘛 加拿大先减息 那减息 我减息到现在 去到1380 0607 那我所谓说 大家可以拖一下 不要 就是买一张加指拖一下啦 拖它 50点至70点啦 下回来13750 13730 那些位置 可以拖一下那些 他今天那个 就算他叫人减息之后 他整天 他整天那个波幅 都是只有30点 所以他是很狹窄的 那你看看那个多拉欣 大哥最高1599 最低153 20几 哇 那个多拉欣真的很过瘾 整个200几300点那堂 真的挺过瘾的 过了都可以炒多拉欣啦 我就觉得 这些这样的位置呢 就是有两个可以拖的 一只呢 就是今天外汇啦 不要再一只抖 稍后再再一只抖 但是这个 就是不断受到那个 那个 opportunity 就是1380 607 这个位置呢 可以炸一张加元 拖一下拖 和15340 这些位置呢 可以拖一下 拖一张 拖一张日本纸 是吧 你说你想加息啊 你说你拆货 你说你说 你问你说 我看着这个市场的 momentum 来抄而已 是吧 因为你已经是 去到上一次的低位出来干预的低位 他出来干预两次用了9 用了10万亿日元 才由160插到到151半 那你这次用了一半的钱都没有 我当你用了4万亿 一半的钱都没有 那你都是 但是你已经跌到 153半这些位置了 那你下面你才有200点 如果是就拖一拖 153半 就是拖啊 拖153半就好 估一张日元 如果你这么够姜 落到151半 估一张日元 就跟他拖两张 嗯 那阿sir 即是快快就给了两个策略大家 那大家可以 评一下 但是关于日元这里 我也想问一下Aaron 因为过去这几天 日元的走势都相当之强 那今天呢 其实你看到那个波幅的幅度 都在外汇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你这一刻 差不多有超过1%的跌幅 是升幅在那儿 那当然啦 有几个因素啦 那因为下个星期 日本欧海就会议息啦 本身都预认了 他们会谈那个减买债规模的了 那另外也都 在说会不会他们会谈到 有机会可能是加息呢 那那导致了呢 其实今天呢 就好像是出现了一些的 暴力的平仓交易出了来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而导致那个日元跌呢 应该 我想是不是应该不会有干预啦 就是我想是那些平仓盘 令到日元这样收升了上去 是不是呢 是啊 我想干预就不像啦 就是其实他都不是 就是 你如果看回一些图表 他不是一只大棍地下来 不过他是连续几个小时 一直反复地下来 那不像是在这些位置 不端端又要再出售干预 因为你数回上去 第一次是在157.5 第二次是在159.6 就是叫做当时4月底 5月初那两次啦 那之后是161 那叫干预啦 那你见到是一只棍 已经跌了400点 通常就是这样的幅度 那一来今天就没走到400点这个波幅 那二来其实我估计是个时机上面呢 其实都是吻合的 就是给大家 上星期呢 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当时都有 在其他不同的平台里都有说 可能是叫做 最配合到日元可以反弹的一些借口 可能会炒到 例如下个星期的时候 因为下个星期其实就是日本央行 和联储局同一日会议息啦 那当时就 炒着两个主题啦 就是联储局就说 本身9月份减息没什么原念啦 那今年减两次息可能在9月可能在12月 甚至开始那些人又再次心红起来 就说有机会会炒7月份都会减息 那所以就是顾问问题 是不是真的四次减了三次都好了 那如果去7月份是减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众少少少的 就是暂时比较另类一点的看法 就不是主流的一个看法啦 那所以这下炒可能会不会炒到去 下个星期就 美金会打弹了呢 因为原来有点点表情 原来7月不是减息的 那这个是一个方向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原来真的到时给大家多惊喜 原来提早了7月就要减息 那这个就看一下大家自己解读的方向是什么 但是这个方向上面呢 所以That's why现在就是炒一个美国减息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是有利回日元 因为息差是收窄了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 刚才你也有提到 就是下个星期日本央行其实焦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减买债规模 它会公布回 就是6月份的时候说 我减少了 那究竟减多少呢 那它7月份就会公布了 那第二点就是加息 那加息我觉得就 市场上面 都是暂时觉得比较 又是一个非主流的一个看法来的 那因为始终日本经济都不是说 就是特别好 那它会不会有还有空间 可以将个加息那个时间 反正现在都已经回到正利率 会不会再可以退一会儿再加呢 还是它原来觉得现在没问题了 那提到加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有点炒作的味道 那反而我的雀眼点就是 在减债的规模上面 因为在7月初的时候 日本央行那边 其实媒体有报道过 是搞了三场的 类似的见面会 或者一些意见会 那就找了一些日本的银行 那些金融机构 或者一些债券的参与者 那就大家聊聊天 那就问一下 你觉得我应该减少 买债的规模减多少呢 减几快好呢 那现在它是在做6万亿 其实每个月买6万亿的日元 那这帮人就直接是市场的 比如你当是大户的big player 或者是主要的major players 那他们就分别给了一些意见 但是那些媒体引用出来 当然人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就说减3万亿 有些是2万亿 有些是4万亿 5万亿不等 但是我觉得最好炒 当时最好炒的方向 就是因为大家猜猜一下 大家会知道 它有大概最乐观 但是对一些散户来说 其实坦白说 就会对一些最极端的数字 就会比较sensitive一点 就是如果你说 现在6万亿减到58,500亿 其实大家是没什么意思的 那反过来说 由6万亿减到3万亿 或者6万亿减到2万亿 那大家会先进入为主 就会记住了这个2万亿3万亿 但是如果一会公布出来 实际上我现在由6万亿减到5万亿 那大家就会有个失望 有比较 或者明明之前媒体说 赚到2至3万亿 那现在你说5万亿 那我就会失望 所以我觉得炒日元反弹 其实当时我在各不同的媒体 如果有接受访问 或者有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里面 我都会说炒到7月底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 配合空间 那现在大概153 其实第一个位置就是这些151.8 至到152的水平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个人都叫我王sir 现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独家对市场的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外汇、债券、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少少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追我patreon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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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